我们最近刚上了减肥训练营的那个片子 其实现在除了人有肥胖问题以外 在城市里的宠物也是有很大的肥胖问题 在美国 2018年就有超过一半的猫跟狗都过度的肥胖 肥胖会使他们的运动变得迟缓 更容易生病 甚至会影响他们的寿命 在北京有一家专门为宠物减肥的地方 我一回就要带我们城里的一个成员去 就是我们的长狗精跳舞 你好 一会儿要去减肥了 准备好了没有 目前国内对宠物减肥的问题并没有很重视 即使就是在北京 也仅有几家宠物医院提供了减肥的服务 公斤9.3公斤吧 我还以为8公斤 我做公斤 检测先去检查 然后看一会儿怎么检查 这是大概56 56厘米左右 算胖吗 它体态算是比较胖的了 咱们可以看到就是明显的已经摸不到肌肤了 而且腰特别粗 所以接下来要穿救生衣 这个拆掉吗 它应该衣服合适不合适 因为它体态算是比较胖的 所以选衣这个的话 肯定能够穿 好吗 准备下水了 准备下水了 听说宠物的减肥也要用到器械的 那一般是用什么器械呢 又怎么要帮宠物减肥呢 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要的食料机 它就说是食料机公司一品牌 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说 具体的跑步机再放点水 并不是这么简单 它可以 水位咱们可以随意调节 到它的坚冠机 不会让木过这样 跑步的速度从1到10可以随意调节 10是非常快的 那为什么要在水里跑步 在水里面 它跑起来它比较舒服 一个是舒服 再一个它跑的阻力 要比它直接在空地上 或者跑地上去空跑 阻力要大 它增加它的消耗 除了水疗之外 听说针灸也可以减肥 针灸的话 就是主要它可以提高它的代谢率 所以促进它的血运环 然后慢慢地结合达到减肥和减肥的度 考虑到镜条可能太害怕针灸了 所以这次我们一起体验水了 噢 水出来了 噢 水出来了 它现在的状态就是超紧张的状态 然后就四肢非常不协调的僵硬 现在要动一下 你看它后腿就是有点软软啊 金条加油 金条加油 他现在在很努力地运动 他已经一开始知道要走 刚刚还是不太懂 小一般在家里面会很冷吗 就是睡加温期 这是个恶性循环 它越胖它每动一下它的负担非常重 它还瘦 所以它就会让自己舒服一点 越不动它就越胖 所以人也是一样的 所以所谓的健身 包括我们来减肥 都是打破这个恶性循环 让它重新回到越运动 越舒服 然后提供越轻的脂肪 断练是不是很累 我也觉得 没想到它已经算是非常好 总觉得它就是还是已经算了 然后不知不觉 确实 要注意一下电视 或许有很多施主跟我一样 明明是爱着宠物的 却慢慢地让它变胖了 希望能通过这期视频 让大家意识到宠物们需要健康的饰养方式 不能再让家里的猫跟狗 在事无忌惮地此时睡睡下去了